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这一期呢 又是跟大家聊一聊以往各期的这个评论 然后呢 这个我们公司唯一的一个iPad 被我们那个老总出差给拿走了 所以我只能用我这个老iPhone6 这个睁着这个昏花的老眼看这老iPhone6 然后跟大家聊 而且这个我们公司这个一共就两个女孩 三个女孩俩出差了 所以今天这桩呢 是这个我们公司的这个会计给我画的 第一次这个上第一次上手 你关键听我说什么 就别怪我长啥样了 这个在聊中秋节的那一期 这个YouTube网友007问了一个问题 说那个说以明智为心 以前啊没听说过这个什么杀人放火的公家 为何这个日剧中导演呢 老是通过这个造型神态腔调 丑化公家啊 想问正史上公家掌权的时候 是不是动不动就图成 所有这个所以导演呢 才这样描绘他们 我没听说过公家掌权的时候 有这种图成的事 武士掌权的时候倒是有这种事 而且一般还都是混战的时候 公家他他不掌握兵权吗 他都是去做这个文官的 有点类似于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世俗 是吧 而我给大家讲过 是吧 他这个位子都是按照你的不同的价格 140加公轻按照不同的价格去世袭 没听说谎的 没听说 另外呢 林静希还说 说很喜欢北洛诗门老师 可否让他开个免费的频道 大家平起平坐 这个没问题 以后这个北洛诗门老师呢 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慢聊节目当中 然后周浩 名字好啊 问说 袁老师你好 请问历史上有没有被架空的傀儡 重新夺回石权的案例 那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南北朝时候的后提胡天皇 是吧 他本来是被这个幕府架空的 然后呢 他这个发起倒幕 重新夺回了石权 当然了 后来他又被架空了 但是这也算是一个成功案例吧 这个循迹讲堂APP用户 ABCDEFG 这个名字也好 问 说袁老师 毛子为什么叫毛子 这个毛子为什么叫毛子 就是因为这个最早接触他们的 应该就是这个东北那边的人 东北人管他们叫这个 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个毛发比较发达 特别是这个脸上 尤其是胡子 特别特别多 所以就是浑身毛嘛 毛虎虎的 是广他们叫这个老毛子 咱们向来这么爱叫外国人 觉得他们都是毛虎虎的 动魂的 身上一层金毛 然后这个循迹6 循迹6241 这个人问 说这个 袁老师听您的二战节目 感觉这个战争 你特别能剖析 很喜欢听您讲的战争史 说你熟读兵法 现在能不能当将军打仗 这万万不能 我当将军肯定还不如局座 所以这事干不了 而且我只了解战史 现在战争谁走 那纯理工科的东西 战史还行 咱只能是纸上谈兵 哪能打仗 打仗的全军覆没 局座也没打过仗 他也都是纸上谈兵 他不像国外军事院校里的教官 人家都是当过兵打过仗的 咱们这军事军院校里的教官 都是一辈子在书房里待着的 马刺的 然后这个 循迹公众号用户英生 说请问方老师传说中的飞碟或者其他不明飞行物是不是美苏在试验新武器 这我只能是一句话告诉你 那非常的主张要有非常的证据 你要是这么认为 你得拿出证据来 至少我不这么认为 然后在聊留言的那期里边 YouTube网友KUMA 他解释了一下这个辽宁省是怎么来的 他说1929年中华民国改奉天省为辽宁省 辽宁得名亦为取辽和流域永远安宁之一 可能跟那个辽国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循迹讲坛APP用户ILO 就一个ILO 说你好袁老师知道您平时不喜欢看轻工具 请问您对国内的几部历史证据怎么看 您觉得二月何老师的雍正王朝怎么看 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历史证据呢 谢谢 没有 真的没有 我觉得国内也没有历史证据 你能够称得上是历史证据的 就是我认为的 就是离咱们最近的 是1980年代拍的那个雪战抬着装 还比较正 据说蒋经国先生也看过这部剧 其他的我不认为 哪有证据 你那个雍正王朝不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吗 根据小说改编它能是证据吗 都是细书 是吧 然后在辽北洋水师的那集里边 啊 这个 这个 youtube用户 周 我至少是没看出来的 那所以这首诗最好是在深度解读一下 是吧 中国海军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继承之前的海军传统 中国海军之前有什么传统啊 是吧 之前也应该是英国的传统吧 是吧 没有什么传统啊 你的礼服什么的 是吧 那你说我们中国之前的海军传统是 是哪国的传统 是吧 你是清朝水师的传统 是吧 明朝水师的传统 没有啊 近代海军都是从跟都是学的外国 我们没有传统啊 是吧 那你说我们现在的海军是哪的传统 苏联海军的传统 对吧 那哪的传统啊 没有传统啊 对吧 所以那你你近代的所有的东西 是吧 近现代的所有东西 都是学的外国 那你说空军我们有什么传统啊 英国空军是哪的传统啊 没有啊 都是凭空来的嘛 是吧 这个 循迹讲堂APP用户 胜利女神在微笑 说原来把我唱哭了 不晓得为啥 这集听得有些伤感 我也不晓得为啥 你为什么哭 是吧 这是北洋水师的军歌啊 我一般都是听那种爱情歌曲在唱哭 是吧 可能是您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海军的这个这个兴衰史啊 有太深刻的感悟啊 那我就这个太感动了 与我心有气气焰啊 那咱俩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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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相通啊 心灵沟通的我太感动了 那另外呢 这个微信公众号 用户博扬说 请问方老师 铁甲舰什么时候取代的风帆战舰 当时有哪些著名的海战 鸦片争期间各国还是风帆战舰 到了甲午战争 就是很先进的铁甲舰了 才几十年发展如此之快 这就是工业革命的伟大 各国普遍都完成了工业革命啊 蒸汽机就就彻底代替了风帆啊 鸦片战争的时候呢 英国人来的这个战舰只有四艘蒸汽 这个武装轮船啊 因为这个名轮船呢 他实在是不适合打仗 一半这个在上边转啊 那个一半在水下转 他上面转的那部分 他不就是做无用功吗 你水下转的那部分 是推动船直前进的 再说你那个大轮子在侧边 又是个圆的 这不就是靶子吗 一炮就嗨嗨了 而且那会的那个船炮都是弦炮 在两弦 你这么一个大轮子 他没法安装弦炮 所以那会那个军舰还都是风帆战舰 英国来的这四艘是武装运输船 是吧 后来螺旋桨发明 那就大大的有利于这个军舰的铁甲化 那世界上第一艘这个铁甲舰是法国的 现存保存特别好的 是英国的勇士号 今天还保存在英国的普斯毛斯军港 就是英国的勇士号 这是世界上第一艘 这个就是现存最完整的 应该在1860年代就下水 然后就迅速的就代替了风帆战舰 你要说铁甲战舰时代 伊斯大战以前有什么著名的大海战 那第一场真的属于真的就是甲午海淡 黄海大海淡 然后就是1905年日俄的日本海大海淡 然后就是就往后就是一战了 然后在这个聊这个规划球员那一期 youtube用户这个表哥 那说这个本人曾在足球圈内工作 那中国足球背后的事呢 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 如果你想聊中国足球 我可以给您报很多料 那我中国足球聊不太聊 但是非常喜欢听你报的料 你可以在这个我们循迹讲堂的后台 跟我们的小伙伴联系 然后这个循迹讲堂APP用户一评如喜 那说我以前在留言里提到的这个问题 你没有回复我 就您说的王维的诗句 那诗句 此去与诗谁共道一传明月一帆风 很多信息显示呢 是唐代伪装写的送日本国僧敬隆归 而不是王维 对对对 那你说的对 我记错了 那我记错了 然后这个寻记公众号用户张扬 说老师您的意思我懂 但是有一点我不敢苟同 您说的那些外国臣民都是受汉文化影响 认同中国才在中国生活做官 而规划求人是彻头彻底的老爱 来中国效力说白了就是为钱来的 不问不信 你问问他们 有会说中国话的吗 这个 那个什么 这个跟我说的那个不矛盾呢 是吧 不矛盾 甭管他为什么来 他也是在为中国效力 你说那些个认同中国文化的人来 像阿贝众马吕这些人来 难道他在中国他不挣钱吗 他肯定也得挣钱 他肯定是觉得比日本好 他再留下来 不如日本 他干嘛不早回去 我觉得就甭管为什么来吧 他效力 这个 都无可指摘吧 而且就是说 如果他是认同中国文化来 那当然我们更高兴 更开心 但是你说那些中国话说的倍儿六子 那帮外国人在中国他不是挣钱吗 他不挣钱 他干什么 原来那什么大山 什么的曹操 是吧 现在那个什么 德国那阿福 那来不是挣钱 不挣钱 他能直播干什么 就这个意思 是吧 然后在这个 聊这个日本城堡那一期里边 YouTube用户大爷 是于谦于大爷吗 是吧 这个问 说袁老师你能讲讲中国道佛两家千年斗争的故事 和渊源吗 还有他们自己内部斗争的故事和渊源吗 嗯 我不太明白 就是你讲他们的斗争指的是什么 是吧 就我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 他们没有什么那种 就跟打仗是那种斗争 是吧 你比如说像那个 就是像西方 比如天主教徒跟新教徒那种互相残杀 他没有那种斗争 是吧 说那种是三十年战争 打成了那样是吧 人脑子打出了狗脑子来 白刀不进 红刀的出 他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个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他们内部的斗争 就各派别之间 他也没有 中国的内部 佛教内部 他顶多就是到辩论的层次 没听说他们答起来了 所以这个 我不太确定 然后这个 循迹讲堂APP用户陈汉杰说 听说您以后会讲一战的专辑 方便用视频版吗 如果您不方便露面的话 字幕或者背景也行 现在正在录制这个音频 马上就要上线了 已经录了十多集了 马上就要上线 就是为什么考虑录音频呢 而不用视频 是因为很多人他希望有这个音频 你比如说他开车的时候要听 是吧 就是说你开车的时候你看 这不容易出交通事务吗 还有的人 比如说他 他这个比如说等车呀 什么挤地铁呀 他眼睛需要看别的地方 然后就是戴着耳机 我听就可以了 因此我们还是考虑 还是做的这个音频 然后这个 循迹公众号用户 SIBEN 说这个夏之镇出城迎敌 是因为冬之镇输了之后 护城河让德川家康 给埋了 对是有这个原因 是有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日本武士出城作战 就是他很少打农城战 那就是农城战 他万不得已才打农城战 他都要出城作战 那为什么呢 出城作战 显示自己的武勋和家民 你只有在这个野战当中 才有可能 砍取敌方大将的首级 攻城战 哪个大将亲自登城啊 所以他也是有这个考量在里面 是吧 你像这个大阪 夏之镇 是吧 真田姓村 他自己 他就指导这个德川家康本营嘛 某将干掉 德川家康本人 本人就完了 是吧 他也是为了这个 是吧 然后这个 呃 youtube网友叫 贫朝王 就是汉语拼啊 贫朝王 说火枪火炮 发明之后 游武民族变得热情浩克 脾气温顺了 哈哈哈哈 这个其实除了火枪火炮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藏传佛教啊 藏传佛教的这个影响 那使他们脾气变得温顺了多 不管是吐蕃 还是这个 呃 蒙古啊 都是这个 那都是这个意思 那 然后这个 循迹讲堂用户 O的 ROJ一案 那说 袁老师 你不是说我们人马矮小 穿重甲受不了吗 咋蒙古女真都有重骑兵呢 问题是蒙古女真的重骑兵 跟欧洲的重骑兵比起来 那也是清骑兵 是吧 他是跟中国自己 几笔 你比如说蒙古的重骑兵 很多都穿的是皮甲 不是铁甲 是吧 他清骑兵就不披甲 就是蒙古鲍 是吧 就是蒙古鲍 是吧 他都不披甲啊 而且人数也很少 那你像那个 咱们一说这个 女真的骑兵三千铁浮屠 那女真军队有多少 怎么能得过几十万吧 三千铁浮屠 是吧 人数也少 啊 然后这个 嗯 寻记公众号用户奥特之王 说似乎还有一个原因啊 说中国战争的很多都是工程 欧洲的呢 多是野战 这个倒不一定啊 中国的这个野战也很多啊 那历史上著名的那些大战役 尤其以少胜多的大战役 都是野战 关渡是吧 什么巨鹿 赤壁 不都是野战嘛 那包括岳飞打的那些个战役 都是野战 是吧 然后在辽易经的那一期里边 寻记公众号用户吴先生啊 说这个占卜虽然不科学 但是占卜呢 说的有的时候挺准 这怎么解释 那记得有个同事的父母去占卜 一进门占卜师就说 你们是做木材生意的啊 这位同事的父母就是做木材生意的 是吧 关键是呢 这个占卜师是个瞎子 这怎么解释 是吧 我就想问 第一个是你亲眼看见的这件事吗 是不是真有这件事 是吧 还是说是你跟你的同事一起去的吗 第二个呢 就是他算对了一次 还是他每次都能算对 是吧 谁进来他都是说做木材的 总有这个一次能蒙准 再说做木材生意的可能身上有木头味 那比瞎子 嗅觉很灵的 那就是盲人嗅觉很灵的 那坏的表一天也能准两次 是吧 然后这个在聊军博那期YouTube网友李同学 说元老师好在首尔战争博物馆有B52可以上飞机 那这就是这个国外的军事类博物馆非常科学的地方 那他就是不是说拿一个围栏挡着 你只能在外边参观 好多他都能让你身临其境 是吧 我在美国一个私人的那个军事博物馆 啊 私人的军事博物馆 就看他那个军事博物馆 他他就一间仓库那么大 里面展品就那么几十件 他就估计都是这个老板他个人的藏品 其中有一辆法国一战时候的那种小坦克 啊就是就是那个那个一战时候那个那个雷诺啊 那种小坦克是吧 哎但是那个坦克就所有的舱门全给你打开了啊 连发动机什么盖都给你掀开 你最起码能钻进头去看去摸都没有问题啊 那你对一战时候的小坦克你就 咱们要不然就觉得又这个坦克没个人高 那里边怎么能钻进俩人去 你就能看见这人在里边怎么待着啊 都能看懂是吧 所以那个确实是挺好的 这也就特别希望咱们的军事博物馆能够这种改观 那然后这个群演讲堂APP用户 循迹A3X8说 毛子现在飞机也这样硬件还可以 软件和细节优化不行 而一款飞机往往是细节决定成败 那这个确实是啊 毛子的武器都是皮糙肉厚 那扛啊能扛啊 集团化作战的时候大规模上 没问题那精细就不灵了 但现代战争你说能打得起来那种 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那样的战役吗 往往就是精细精兵卫国的时代 是吧 然后循迹公众号用户 DCP TYP YR YZ DCP TYP YZ 问 说请讲讲二战期间 日本为什么任命山山园东条英基这样的士官生 而不是选择路大海大的学生 是遇人求知事 于世界的程度不够吗 呃我其实以前啊好多次跟大家 大家谈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你聊一个历史现象一定得有史实做依托 那正史上得有记载 就是你别问那种什么呢 就是他怎么想的 那他为什么这么想 他为什么这么做 是吧 谭子彤 袁世凯为什么出卖维新派 你只能去看袁世凯日记 或者袁世凯跟谁说过我为什么要出卖 谭子彤啊 然后别人给记录下来 如果没有 就都是胡猜 那没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 另外呢就是历史不能假设 如果日本要不偷袭这种港的话 怎么着怎么着 如果吴三棍不引清兵入关 没有意义 这种问题没意思 历史是已经发生了 不能改变 那也不能重演 那所以这种话题就没有意思啊 然后再聊这个步兵对抗骑兵那一期YouTube网友PALGUIN 那说中国史书啊相当不严肃 说多年白头山匈奴有三十万骑兵怎么可能 然后大明三十万精锐被也先两万骑兵屠路 都是笑话啊 呃 他不是这个史书不严肃啊 不是史书不严肃是什么呢 是中国的这个部队里边 如果啊比如说这个大明三十万骑兵十万是军人二十万是民司 那中国古代计算军队的数字是把民夫也计算在内的 按照当时的史书的记载呢 就是京师三大营 明朝京师三大营的编制原额确实将近五十万 但是空额很多啊 而且明英宗御驾亲征是仓促决定的 好多兵都来不及归营 那所以实际上呢 土木堡之变二十万明军应该是有的 那二十万明军一路是走的又渴又饿 在这个地方扎下营又没有水源 那你就遭到两万瓦拉骑兵的突袭 啊 所以这个是呃 这个失败 这是这个常理之中啊 常理之中 嘛 然后这个APP用户85517863685 那说唐朝的末刀队也是骑兵的克星 对啊 这个在很多这个 你比如说战争试点那套丛书啊 里面就有这个记载那说唐朝使用末刀的名将 叫李四叶啊 当四叶刀者人马俱碎一刀 能把人和马都砍成两半啊 著名的战役就是相机寺之战 唐朝这个步兵大破安史叛军的骑兵 就靠了末刀队 可惜这个末刀什么样啊 失传了 没进 没有唐朝真实的这个末刀留下来 那然后大家这个都是推测 说他那个末刀什么样的就是那个 呃 你像什么什么什么动画片里边 二郎神使的那种三尖两刃刀啊 就那玩意儿 那能当枪刺也能做刀砍啊 所以他是这个克敌制胜 这个砍码的这个最好的这个工具啊 好啊 那今天的慢聊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 哪里 给你 再目前 嘩 标准 ECT